186日,《蘋果日報》 ,有十六萬學生的課室 2015年5月9日專欄專論A.18 《蘋果日報》 書非常周講過,因為互聯網,學習機會已是無處不在 只要你家中有一臺電腦,無須儲錢去外國 都有機會跡身頂尖大學的課程,並考獲證書 這類稱為MUC ,中文譯作大規模網絡開放課程 美國幾間常春藤大學,環有史丹福和馬省理工學院等都有提供 史丹福大學曾經開辦一個關於人工智能的課程 就有十六萬名來自二百零九個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 能容納十六萬人的課室,當然只有互聯網 該課程的港師是Gregru研究總監 Pietran Orvik和前任Gregru副主席Sebastian Thrun Pietran Orvik曾在赤填講,說人工智能課程港的 明明是最領先的意念,但上課和十四世紀沒有分別 他站在港台,那憑於痴任F台下有學生抄筆記 亦有人打合睡,於是他開始思考打破傳統模式 將售課內容拍成一條又一條的影片放上網 每條影片設有時限,學生需按時觀看,定時完成作業 通過審核才能或班大學發出的證書 《討論區熱力互動》他說自己不後腦閒 喊重大對方程式,反而重視讓他們用新的角度理解世界 而Mik最重要的是售課影片必須具質素 討論區亦須有熱力的學生互動 課程推出,兩週內已有五萬人報讀 最終報讀人數高達十六萬 香港的學校開始流行港世界教室 意思其實就是去各地遊學 Mik這類才叫真正的世界教室 思想,未來十年,Mik只會日益普及 介紹學生面對的可能只是怎樣去找尋有質素的Mik 當然,先決條件是學生本身有附魔之之肉 否則,若一早已被脈測口榨乾 讀書為考試,考試為畢業 那麼就算Google總監帶光咬堆知識,經驗和眼光 站在她面前,她也只會無動於衝 蘇菲作者蘇菲,有小型飛機師牌的媽媽 她做直升機家長,讓孩子無場 電郵飛cosmos 在微信教室上公開